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俩接下来谭老师要来分享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了心血管疾病 其实除了年龄 经营之外 更重要的是饮食跟生活习惯 所以老师要分享这个季节 推荐大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吃的燕麦煎饼 对 那我们就用燕麦来取代 韩式的煎饼粉是不是 对 那我们看一下 你这种是那种原味的燕麦是不是 对 我其实这里面是两种麦片 一个是黑麦 然后一个是原始的麦 那我是买比较粗的 那通通都是没有调味的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调味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有太多重味的 那我们就加点这个蛋 让它调这个面糊 像有的人早餐会冲牛奶 但是我们今天就把它变成一个饼 就不要用精致淀粉 那我打了一点花枝姜 那这个花枝姜是为了让它能够比较粘稠 那刚才蛋也是 刚刚大概一份的燕麦加一颗蛋 这样的比例 我加了两颗 因为我们的燕麦比较干 那我没有加水让它去 就是说让它凝结 所以我就加了这个花枝姜跟蛋 然后我们的这个食材先烫过的这个海鲜 那你可以不要烫 所以你待会只要燕麦成型 它大概就会熟 因为你这里的生食大概就是那个蛋 然后我这个就是没有调味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韩国泡菜了 那我们会加一点韭菜 让它风味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就只需要把它就是等一下拌匀了之后 直接下去煎就可以了 所以你等于是燕麦替代了那个煎饼粉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增加了纤维 那但是这个呢 因为它的凝结度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就不可能煎一个大饼 我们可能就是要让它翻的时候 变成一小块一小块 而且待会我们煎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呈现一大块饼 或者饼皮未必可以像那个粉类那么的酥脆 对好那我要就是我们稍微拌 我用手来拌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之后就把它弄成一小坨一小坨来煎 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个是非常罕见的那个燕麦做成咸的 这一类的燕麦我常常看到现在有一些 比方说家里的小朋友如果有肤脂过敏的 或者要给他们吃甜点 可是又要比较健康的 有一些婆妈妈会用那种燕麦 对 然后做成某一些巧克力甜点之类的 对 其实我还蛮常用燕麦做那个饼干的 对对对 就跟那个那个什么巧克力跟那个香蕉拌一拌也就可以了 对对对 或者有一些人做成那种类似能量棒 因为他的食物 他如果真的用圆形的燕麦加水果加圆形的好的巧克力 其实是OK的 对对而且也蛮好吃的 而且也就不用在那边发来就是要去发面粉那太麻烦了 好那我们就把它弄成一个形状之后就直接下来煎 我懂你要让它比较定型一点 对对对 同时间谭老师的煎饼 事实上把它两面煎熟就好了 对然后已经盛出来了 好那我们就来试吃 我首先先讲一下 如果谭老师没有特别跟我说这是用燕麦做的 我还真的不会察觉 然后它很像是我们一般的海鲜煎饼 但是我觉得它多了一些嚼劲跟口感 然后取代掉我们说一些已经磨成很细致粉的一些麦粉 小麦的粉 其实这样子对于心血管方面 为什么会好呢 其实我等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跟心脏有关的好的饮食做法 你就会发现其实谭老师从海鲜 从他的这个所谓的犬骨类的食物 样样都是对心脏保护长久的方法 其实像原因是这样的案例 我们真的在有一些很忙的企业家我们也遇过 我曾经遇过也是前一段时间 那个企业家还在跟我们在喝酒的时候